大家好,我是Cindy 接下来呢,我将介绍Cindy液化JDBC的第二次课 JDBC编程开发步骤 上次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JDBC的环境配置 必须呢,要引入JDK和数据库厂商提供的 这个JDBC的驱动器架包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详细介绍 JDBC的编程开发步骤 因为JDBC是上公司专门用来提供 给程序员们来开发统一的跟数据库交互的这一组API 那么实际上呢,程序员们使用JDBC来进行编程开发的时候 它的步骤是固定的 我们使用JDBC来进行编程开发呢 实际上只需要四到五步 那么JDBC的开发步骤 第一步是什么呢 引入JDBC的驱动器架包 OK,这个我们在上次课已经引入了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在程序中 引入 JDBC的驱动器类 记住在程序中引入 我们刚才呢,仅仅只是说 我们之前仅仅只是引入了这个JDBC的驱动器架包 但实际上呢,真正的JDBC的驱动器呢 是在这包中的某个特定的类 比方说,这里有个ORC.JDBC.JDBC.JDBC 这个包中的ORCJDBC ORCJDBC引入这样一个类 这是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 第三步就是创建 加瓦程序跟数据库的连接 建立连接就像我们打电话一样 我如果想要呼叫某个人 我首先要跟他的电话要接通 接通之后呢 才可能进行一个通信 那好,当我们创建 加瓦程序跟数据库的连接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跟数据库交互 这个交互呢 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 当然我这种视频教程 先从最简单的交起 那么跟数据库交互 怎么个交互呢? 发送CQ语句 然后接收数据库 对CQ语句的执行结果 第五步才是解析 这个执行结果 OK,为什么是发送CQ语句 请注意关系数据库呢 它能执行的只有CQ语句 它不懂加瓦 但是加瓦也不懂CQ 那怎么办呢? 加瓦可以把CQ语句 作为字符串 传递给关系数据库 而关系数据库接收到了之后 它会去执行这个CQ语句 执行完备之后 将这个结果,不管是正常的结果 还是发生的异常 都会返回给加瓦程序 那么对于加瓦程序而言呢 它就是要接收执行结果之后 进行解析 这个呢,就是JDBC的开发步骤 好的,关于JDBC的开发步骤呢 我们本次课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呢 就是具体的用代码去实现这些开发步骤 好,我们下次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